一分钟掌握曙光最简单的英雄诸葛亮 首先要知道诸葛亮技能栏上面的小技能图标 分别为分水火 分代表位移 水代表控制 火代表攻击 三个小技能一组合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技能 一共有十个组合 九个小技能外加一个大招 先来看三个分系技能 分分分就是召唤分墙 友军经过分墙会增加移速和护盾 分墙可以跟之后的技能进行联动 分分火就是强化普攻 这个强化普攻穿过分墙会多一段增伤 分分水是一段位移 命中会造成减速 再来看三个火系 火火水召唤火海造成持续伤害 并会对敌方附加燃烧效果 火火火扔出一个火毛 对有燃烧效果的目标提高伤害 穿过分墙会变为多个火毛 火火分扔出一个好火球 也会附加燃烧效果 如果穿越了分墙 则会升级为好火灭雀 距离范围伤害都会变高 最后来看三个水系技能 水水水就是禁锢 禁锢状态下 敌人受到的普攻和火毛的伤害会增加 水水分来回两段大浪 可以造成击飞 水水火三秒的无敌效果 最后一个大招 分水火 这个顺序是无所谓的 召唤出一个天妖魁 造成法伤和眩晕 之后魁蕾会自动攻击敌人 第二段可以引爆魁蕾 造成爆炸伤害 知道了技能 其实连招也很简单 利用分系的技能突进 水系的技能打控制 然后火系技能打伤害 或者利用分系技能 去增强火系技能打消耗